两岸经济合作的前景 对我们整体大方向来看 它肯定是一个高时量发展的推动 因为台湾的景气情况 跟大陆经济情况来讲 应该是有更多的年轻人 愿意走出台湾 离开台湾的舒适圈 从我们工厂来讲的话 从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体制来讲的话 已经可以明显的发现 所以从我们这个 2018年来到大陆设厂开始不断的推动 每个人来回来回来回 那也带回台湾很多的正能量 因为看到了跟台湾时期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融合 让所有的年轻人更多的能够接受到 接受这个所有的合作发展